關心中共放寬 允許台灣同胞 申請台灣居民居住證 是回應台上需求 還是跨越台灣海峽 大搶台灣島內人才 本週明目張膽 爭鋒相對單元 特別請到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主流委員會招委吳兆峰 深入分析 那現在其實很多台灣人 他們也會日文 也會韓文 也會英文 有些還會西班牙化 那我基本上來講 我是覺得說 中國開出這樣的條件 能夠吸引台灣的人才 去那邊還是有限 但是本身立場上面就是 對中國有一種憧憬的 他還是會去那邊 不過這個數量 我覺得是蠻有限的 而因應民進黨執政後 謹慎看待台灣居民居住證的做法 以及兩岸多年來 台灣同胞始終無法放下心防的 中共統戰說法 台商前往大陸發展 未來應該如何看待 全球華商經貿總會 榮譽總會長邱祺宜 則有話要說 既然那麼多台灣人 這些政治人物吵來吵進 我不建議這些政治人物 你去那裡唱他的事情 做他的事情 反而在台灣島內 中華民國的這一群 真正的熱愛台灣的人 他們是勤奮的 他們是追求民主的 那這些很好的人 我覺得國家要用另外一個高的制度 帶領全美華人看懂台灣居民居住證 如何影響兩岸關係 甚至牽動美中台三方互動 全新升級版的明目張膽 東森新聞頻道 本週五晚間11點播出 超市無線台34.5頻道 晚間9點熱播 敬請觀眾鎖定 東森新聞團隊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下冷藏者在洛杉磯上 在洛杉磯上 偶民族